今天做苦瓜炒鱼片 一个苦瓜 两片冰冻龙立鱼片 先把鱼切片 鱼片切好了 现在处理一下鱼片 加水 加点盐 放点醋 这样可以去除冰冻鱼的腥味和异味 泡五分钟 然后用水清洗干净 把水挤一挤 再用纸吸干水分 放些白胡椒粉 盐 料酒 葱丝和姜丝 抓拌一下 放一个蛋清 一勺生粉 一点油 拌匀 腌20分钟 将苦瓜头尾切掉 对半切开 去掉苦瓜囊 去掉苦瓜囊 尽量把白色部分去掉 这是苦味的来源 苦瓜切厚片 放一点盐 放一点盐 腌10分钟 去苦味 预先准备 预先准备一些豆瓷 姜片和蒜末 调个芡汁 两勺芡粉 鸡精 糖 生抽 生抽 加点水 调匀 鱼片腌好了 把姜丝葱丝挑出来 苦瓜腌好了 用水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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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汆烫鱼片 把水烧开 放点盐 鸡精 油 把鱼片放进来 把鱼片放进来 轻轻弄散鱼片 关火 让鱼片在水里泡到七成熟 鱼片一变色 就把鱼片捞起来 接着汆烫苦瓜 放点糖 苦瓜倒进去煮一到两分钟 苦瓜倒进去煮一到两分钟 捞起来 过凉水 热锅加油 放入豆豉炒出香味 再加入蒜末 姜片 鱼片 把苦瓜放进去 加点蒜盐 鸡精 炒香 炒香 好了 把鱼片倒进来 把芡汁分两次加进去 炒匀 炒香 好了,起锅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道菜 鱼片 鱼片的鲜美 拌的豆豉和苦瓜 别有一番风味 喜欢就试试吧